牛角包 咖啡 设计师 设计系列的杯子 不规则形状 有凹槽的 这是我最爱的一个咖啡杯 餐具也是设计师系列的 一个关于诗歌系列的 这是一个盘子 这是一个蛋糕拖 没有吃完的蛋糕 这些小碗 拿来装点坚果 还有这个是调料瓶 就是放油和醋之类的 这个呢 是有两个 是拿来装盐和黑胡椒的 就是如果我早上吃鸡蛋什么的 就撒点黑胡椒这样子 还没启用 是如果每天都美美的 开心的 用着自己喜欢的餐去吃早餐 也是一种幸福 然后衣服的话 其实这件衣服是外穿的 不是家居服 但是特别适合做家居服 我是喜欢在家里能穿的又舒服呢 又还好看 又舒服 又方便的那种 就是 看 它只要这个腰带一系就行了 是两面的 里面呢 是这个卡其色的 然后可以上面穿的 这设计我超喜欢 我是在他打折的时候买的 本来呢 以前我有一件是牛仔的 也是这种一剂一裹的 连扣子都没有的 嗯 是什么牌子呀 西班牙二流牌子 设计师品牌 然后我把它卖掉了 就没有亏本卖掉了 但是搞得我现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遗憾 但是呢 怎么说呢 这些衣服吧 嗯 太多了 没法拥有那么多 慢慢的 就舍弃一些衣服 卖掉这样子 做的咖啡挺好喝的 可惜看不到 这毛衣跟这个衣服是同色系的 比较适合亚洲人的服色 嗯 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完全完全没有任何化妆 然后就是早上起来爬起来 头发都没梳 先吃个老餐再说吧 其实吃一个牛角包就够了 但是我今天早上弄了两个有点多 因为它没有大量的牛油 会有点腻 吃不完就放到这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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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我还是特喜欢那种不规则系列的设计 所有这些都是不规则型的 你看这花瓶 可以买点小花插在这儿 嗯 不是完全规则 刚刚这个系列的呢 还有一个花瓶 还有一个花瓶是这样子的 是很小 可以拆一个小花放到里面 然后点缀 有点日本风格 然后这还有一个碗呢 试歌碗 真的 看看 这样子的 纯手工 好喜欢 拿来吃什么呢 就是他们这边叫Sero 早上吃点那种卖圈 嗯 燕曼做的那种小圈圈 像棒米花一样的放到里面 再加点牛奶 酸奶之类的 水果呀 坚果呀 一起 那我好久没吃这种早餐了 麦片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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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好 牛角包其实也有很多讲究的 不是每一家的牛角包都好吃 因为是现做的 现做的话 比如说 这边有个サムリン 有个Farmer Market 他就有家庭现做的那种牛角包去买 三四块钱一个 三四三块到五块不等吧 三块多到五块钱不等的一个牛角包 其实就是你吃早餐 你只要吃一个牛角包就够了 再加一杯咖啡 是美国人的标配 就是你去星巴克 就点个牛角包 再加一杯咖啡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爱吃的 我就比较爱吃这种牛角包 好吧 以后陆续给大家录一点有好玩的吃播 谢谢 谢谢